我们谈谈,近日都是急升的 东岳集团189 就是这个小智强来的 他9.6有货的 他说是否应该是时候沽货呢? 因为最近看东岳或者禁锋里业 都是说内地对你的原材料很热冲去买 看到东岳其实也有北水进进出出的 其实他在赚钱,9.6买 你又会怎样建议他呢? 这股份近期都很强 最主要刚才你说的原因 他本身有一些所谓的新人员的概念 他做了一个就是李莫 其实是电池其中一个主要的 构成的零部件 其实整个政策 又或者一个势头 加上公司本身的职消息 都可能比较理想一些 就冲上来 由七、六个多 冲上来 一个半个月左右 到现在的水平 是有多急的 我记得上来没有货 有,上来有货 是,他在赚钱 我觉得你去到这个位置 继续持住 因为你不排除 这几天的走势 开始有些归于平淡 即是你看到波幅 可以收窄 你看到很简单 你用手指下来 慢慢看到收窄 我觉得近期的资金 都很关注 股份 可能都会想到低位 我觉得你稍微继续持有 如果你没有记错 是十九个多 九个六 九个六 其实你大 还有很多空间 如果你害怕它回落 赚少了 我觉得你不妨 你看一下股价 现在去到 我相信 第一步 十个八、十个九元 一个初步支持 如果在这个阶段 你可以继续持有 当然要继续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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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过来 可以计算到十个八 这些关口 如果你开始看到不对路 就可以减减帮 资一资赚